投资人操作股市都有自己的一套投资哲学 而知名投顾老师股市女王李鼠芳 她的哲学就是设定目标 学生时代所定下来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赚进200万 没想到在毕业之后 踏入证券业 正逢着行情大好 立刻就赚进了500万 28岁就累积到足以退休的资产 但是后来却遭人倒撞 财产几乎归零 最后靠基本面还有技术面 财又翻身 重新掌握财富 在荧光幕前 带股民冲锋陷阵的李鼠芳 私底下是什么样模样 非凡带你了解 要在股海翻腾 知名投股老师李鼠芳的每一天 从清晨4点就开始 我4点多 5点多就会在哪里 美股这边看一下 对 我要看美股收盘 美股收盘看一下 然后在那边带到1点半收盘 就在自己书房里 右手边显示着热门股和当天涨跌幅排行 是为了要当冲用的 中间是自选股 最左边则是按照股票代号依次呈现 三个荧幕构成李鼠芳的股市大迁事件 而当初会一脚踏入 居然是因为自己个性叛逆 我爸妈一直逼我考 逼我考公务人员 就是不要 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大四 会计制度老师 就是吕东英 现在叫金管会 那时候叫政管会 他说那你要不要去证券公司 我说那证券公司算不算公务人员 他说不算 我说那我去 决定要去证券业的这一年 是民国77年 正值政府大幅开放成立券商 同时能做经济和自营业务 李鼠芳从小到大 想赚到200万的目标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证券开放第一年 我就进入证券业 那时候就当营业员 你知道那时候营业员就是很发 我只要拿你的单子打进去 就是涨平板 那时候股票也好做 我们只要技术面很厉害就可以了 那我大概花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赚到不能说200 就赚了500 人生目标第一年就实现 到了28岁 已经赚进足以退休的数字 但是就在财富巅峰期 遇到的高点V型反转 不是来自股市 而是来自人性 以前给人家算命就讲过 要倒我的钱的人 一定是我的好朋友 那有些人就跟我讲说 组方火一时周转不几 就给我下跪 我爸爸心脏要开刀 借我一些钱 我就好 就借了 后来我发觉 哇 我怎么被倒了 3000多万 最后是从28岁 本来我要退休的时候 我就觉得 因为那时候 已经超过我要有3000多万 有房有车 后来就被倒到 只剩一栋房子 剩下的一栋房子 就成为林鼠方 在股市从头来过的本金 过去在股市设立过的赚钱数字目标 统统再走过一轮 几年后 曾经失去过的财富又回来了 我觉得人 就是要对自己有心 给自己一个奋斗的目标 个人认为 为什么一定要设下目标 譬如说 我之前高中我设200 可是你就是达成 你达成之后 所以我后来就设500 500又达成 那你就要设1000 或是2000 那我后来设的方式 我不是 我500是直接跳3000 所以我那时候 我记得把 我28岁重新再来 我32岁 35岁 就把它拼回来了 而且更多 每达成一次目标 就再设更高目标 加大难度的同时 还把已经赚到的钱花掉 李淑芳说 这叫做斗志 我觉得你的存折数字 如果你的现金过高 你就会觉得 你的人生的斗志 会比较低 我真的的习惯是 你这个月赚多少钱 我一定要存多少钱 我不会花超过 但是我也绝对 不会对自己不好 我享受美食 我享受名牌 从手上的包包 到身上的行头 只是迎战 古海之渝的小奖励 李淑芳把股市赚到的钱 投入房地产 才是真正的附加价值 雷曼金融风暴买的 当时一瓶 现在两倍喔 我台南的房子是在 COVID-19的那一年去买的 在台南是 我台南的房子是 SARS 都很准耶 我就是只要有风暴 我都会买的 我每次股票赚钱 我就一定会花到 房地产上面跟土地上面 因为这样你才有 再赚钱的动力 如今自己在股市的致富之道 李淑芳已经集结成书 希望透过技术分析等实用工具 让散户在实战中 都能趋及避凶 喂 喂 看你这样 老板 刚好情事局找我的牌 反诈骗广告 淑芳姐做头股老师 个人那些数字目标 早已达标 现在的她 电话响起 已经来到了要为广大散户股民 肩负社会责任的时候 接下来 张耀龙台北财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Pedro